臺電計畫新建的萬里水利發電廠 七月二十九號在環保署 進行第一次的環評會議 臺電人員強調新建萬里電廠的目的 是因為東部地區的電力自組 只有全區需求的百分之十五 其他都要仰賴西部電力的運輸 所以為了要提供東部充足的電力 才推動萬里水利電廠的計畫 臺電委託的顧問公司 在環評會議現場強調 已經取消了當初西保電廠 遭到質疑的部分 環評會議 也開放了旁聽的民眾發言 支持跟反對興建電廠的民眾 有不同的論述 我們不知道這個回饋金它到底是 交與哪裡 它是真的會有落實在這個萬榮鄉 萬榮村部落裡面嗎 這個其實我們也是有疑問的 其實這個萬榮溪去汐水的時候 我的小堂妹就跟我講說 這個萬榮溪的下游 還是可以遊玩 環評委員認為萬里電廠的興建對環境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環評委員要求臺電必須再提出更詳盡的 報告書並且針對一年四季的季節變化做環境的分析 再來進行第二階段的環境影響評估 恐怕還要花上一年的時間才能夠再進行環評 記者綜合報導